让人家的自觉去主动的去发现问题 是 杜岳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是和冯彦哲搭档打了混双 虽然到最后还是输给了陈庆辰 和输给了这个花雅琼和郑思北 但是这场比赛当中杜岳的这种表现 还是张丹知道呢 也是也说到了 还是非常好的 往前抓球的能力啊 速度意识都比以前的 30比0 他之前也有打混双嘛 也有打混双 这方面就是 对 原来杜岳的混双的搭档是何继婷 这次呢 和胡彦哲来搭档 二把球 1比3 相比较于杜岳和李银辉来说呢 刘宣强和夏玉婷 可能整个的大赛的经验没有那么多 参加高尤其是高级别的 因为他们还比较年轻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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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毛 我是一个桌盘 这个时候度月盘还是很坚决的 他们攻守轮转都比较熟悉 有默契 他们从小就开始一起配 虽然两个人的性格脾气差异很大 李英辉相对来说更外向一些 度月相对来说可能更内向一些 但是两个人的配合是非常莫准 好球 牛选选 换他球 下一厅发球 接发球场 这个球是不是发的有点高了 对 有一点 发球3比4 有很多羽毛球爱好者看转播的时候 在电视机前他会觉得女双的比赛速度相对要慢一些 但是其实在现场如果看一下的话 其实现场女双的比赛也不慢了 也很快 是 好球啊 好球啊 把榜前人随时举拍子啊 这个意识很重要 我把球5比3 之所以很多球运朋友觉得说女双的比赛怎么打这么长时间 那是因为他回合多啊 多拍 因为两个人站在场上就是没有什么漏洞的 嗯 公元切放 开局下一天他们这边打的还是比较积极的 对 还是保着一个冲击的态势 进攻啊然后往前的逼压都比较快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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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转播长知识啊各位 呵呵呵 快發球 8 4 夏宇婷发球 像这样的比赛 年轻队员还是要敢打 敢于去冲击去挑战 这出球一定要很果断 打错了都没关系 两个人的轮转上感觉有点小犹豫 这时候就是叫一叫是对的 就是你来你来 要让同伴知道 这种在往前的不发力呢 就让对手也借不上你的力量 就是往前 就是一直保持主动 然后学先祈求 就是进攻的机会 好防守 漂亮 哇 好球 连续的赌鸭 赌鸭都没有能够 把这个球拿下来 杜岳的防守还是非常好 跟他打混双也有关系 而且听到很多人说杜岳 现在力量上来了 说他的这个包括卧推啊 包括什么这个重量上来了 这个球 李荣辉打得也很聪明 在观察着对方的保费 就是没有着急去杀 也是拉掉 拉掉 把对方的位置拉出来 需要去杀 说什么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分球也很好 这个很快吸 有点小 有点强 有点强 力 力 employees 作为夏雨亭和刘先生去说还是要把自己的能力打出来 把速度打出来 这球因为猪猪杀的比较轻 零灰撤了 所以对方一挡一个空档就出来了 有线线发球 从开局的落后一直还是处在一个慢热的状态开局 到现在11比10领先 妍妍怎么来评价结束的这段时间的比赛 刚开局的时候 这两名就是年轻队员 然后进攻速度打得很快 然后也是像你说的都月林会这边有点慢热了 然后他们一些可能在找一些防守的一些节奏 后面他们还是通过了他们的防守来限制对方的进攻 包括度约了一些分球 然后一些中半场打他们结合步 然后不起球 然后让人家再起球 他们找机会再打反击都是比较有效果的 哎呦 二十秒 那夏宇婷和刘雪权这边呢 他们这边我觉得就是落后的原因就是有几个就是前几排发街发上面有一些不够严谨吧 有一些主动失误送给对手 有点着急了 这些时间到11比10 林会发球 夏宇婷接发 加油 然后进攻 夏宇婷在后面进攻 然后的时候他们在往前攻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经常的站位吧 因为夏宇婷主要是打后场的 然后刘萱真往前一些拿球啊拿的也都非常快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女队员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啊能力啊在不断的提升啊 你的这个中刹的力量当然也在提升 但是防守的能力也都在提升 所以刹完球之后的这种连接啊衔接轮准啊就显得更为重要 感觉在双打上面这种就是发球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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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1 这次发出的节奏上的变化 下雨瓶最开的水球不是很高位 四个人就陆岳在进攻上面威胁会比以前大 而且沙球也比较自信 之前的时候他更多都是在中前场 李英辉在后场的多一点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 反而多月少了 反而他轮转到后场要多一点 也是因为他的客人的综合能力上升 整体来说还是沙月和李英辉 今天这场比赛进攻的时间要更多一点 球基本上都是往下走 嗯 他们进攻的就是比较有效吧 是 效果好一点 好球 这就是相互做球 嗯 对 现在世界女双的整体的格局呢 国外的运动员 尤其是日本运动员 他们的集团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啊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国内的这些年轻的队员能够通过这段时间的继续呢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对于女双这个单向本来应该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小路啊 但是现在呢 往往我们会看到大级高级别的比赛 往往是日本女双会甚至会包揽前四这样的一个局面 有时候冠亚军啊甚至是半决赛都是日本选手的这个声音 嗯 对 好球啊 分得非常开 没有冲到呢 八 八 九 十六 比十六 十六 十八 十六 十五 Christを充 él 十六 十九 十六 十六 十九 可惜 哇杜月这个放手 漂亮分球也好 这球不应该把他撕了 杜月这几个黄手 旧的确实很漂亮 而且他分球的质量也好 他分的那个对角线 而且他分完之后 他一下就可以到往前来 他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进攻的 很可惜啊 林英威这个球 有点着急了 对 对 走了 8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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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破了 刚才他救球的那一下 刚才的接杀 防守的接杀救球 杜月确实做得很积极 而且分球刚才炎炎说了 也是分得很当位 正好可以让对方起球 给自己创造机会 是 17比17 关键分 看他们怎么输 刘先生 看起来 18秒 放棄了 放棄了 啊 哎呀 連中三分 啊 啊 神奇 尤其是他们这边还是非常果断的输球 就是攻啊什么的 都很果断的 第五三分 让刘萱萱和夏宇婷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20比17 我出了底线 最后的这四分是四个失误呀 颜颜怎么看最后的这四分是因为 李英辉和杜月这边自己的问题还是对方也加强了进攻 是出在哪方面 连丢四分 我觉得前两分吧 前两分就是因为他们 都不想把进攻的机会让给对手 然后就都在中半场那边打 但可能就是 刘萱萱跟夏宇婷可能打的就是更上手一点 让李英辉他们就是下手失误啊 就是前两分我觉得是他们自己失误 然后后面呢就是两个杀球吧 就是有点着急了 都是底线一人一个 虽然叫对抗赛啊 但是像这些年轻的小队员还是 应该是以一种挑战的身份在对阵这些核心的主力啊 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比赛 能够把自己真实的这种能力和水平能够打出来 对 对 所以他们有20两个 他们就是冲击的 他们的 有些他们气势也很好 对 在场上 就也不会说因为大队员啊 怎么怎么样 就不会害怕 卫手卫手 对 对 还是比较敢打 虽然可能从轮转的配合上默契程度上不如大队员 但是经验上不如大队员 但是敢打敢拼 是吧 我要靠我的能力去冲击你 对 第一局拿下来 对于夏玉婷和刘仙轩来说是开了个好投啊 第二局看看能不能像第一局这样 0 同时也看一看 林徽和杜月 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怎么来调整 换发球 1比0 1比0 好球 好球 一个发现他抓得非常的好 2比0 1 поぞ 3 3比0 对 3比0 1 3比0 3比4 杜悦想要主动的来变化一下 杜悦想要主动的 因为他们前面的一些出球啊都非常的合理 轮转啊什么都打起来了 这球对面防得也很好 对防得也很好 但是李英文在往前机会也很好 很可惜又出现了失误 连续的两个失误 可能也没有想到对对手会防得这么好 所以就是一下连贯一下断了 好像是计分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赛继续 还是不行 还要调试一下 在比赛场上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客观情况 对 刚好给他们一个调整休息的时间 对这个是 这言言说这个是很宝贵的啊 这个时间 所以比赛当中的这些综合性的因素 越是大赛越会更多的出现 不同的球场的环境啊 客观因素 您会接放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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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这样想的还是很明确的啊 思路很明确 不想让对方在中天场给自己压力太大 对 调动到后场 调动到后场 但是很可惜没控制好 好像又出了点问题 比分数不太对 对 这个计分系统又出了点问题 这也要求我们队员确实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才行 包括到国外打比赛之前 听到队员们说包括像印尼的球馆 进去之后说太嘈杂了 连打球的声音都听不懂 实际上不对 对 他们那个印尼那个球场 不仅凳子上坐满了 人家台阶上都坐满了 然后吹这个敲楼打鼓的 赛纳洋球馆 他们很疯狂 所以很多球员到了那都不适应 而且那个球馆的风特别大 魔鬼主场 确实是不太适应 教练跟你讲话 你根本听不见 听不见 正常情况之下 比如说你在打比赛的时候 教练在平时会提醒你 像这些人 你有意识的会去听 听到吗 会 对 你稍微往那边走 走两步 基本上都能听 在那个球馆一点就听不听 听不见 对 对 还是要保持这个状态啊 要不断的在活动 要不然他身体冷了 对 一会儿就冷了 又跟没活动开始 对 对 你在比赛当中 你碰到的客观的这种情况 影响你的 你印象当中最大的是什么 我好像没碰到过这种 特别突发的这种情况 是吧 对 很少 这个暂停是比较长的时间 对 现在是多少分 感觉我都有点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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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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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比赛 2 4 好 比赛恢复啊 好 好 是啊 嗯 oup Companion 好球 这个动作的一致性很强 这个球掉了确实 对方也没想到 高质量 二发球 三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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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进攻一直保持还是很好的 对 而且刘全正分量自己开也连贯上了 二发球 二发球 三 二发球 四 四 四 七 二发球 三比六 四 四 二发球 四 四 三 这就是年轻球员 有时候就是像这种球 往往就会把年轻球员在比赛当中 这种斗志一点一点就给罗梅 因为都是自己主动的 是的 他们这个进攻的轮转 下一个杀起来是比较重的 是比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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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要 这盒菜想法力有动作一下变形了有没有 有点太大了 请妍妍来点评一下这一局的比赛两队选手的发挥 你怎么看 我觉得杜月灵会这边跟上局相比可能他们调动得更积极了 毕竟第一局就是先丢了嘛 肯定想着把开局搭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边自己的失误啊 包括什么的跟上局比有所减少 但是可能有些球有点着急了 自己的主动失误开拖 对 还是不够耐心 就是一个自己的调整的事 这个时候的失误啊 对 因为在后场还是调批比较多的 就是不会轻易进攻 很耐心他们打 所以对于夏宇婷和刘轩轩来说也要做好打多拍的准备 哎呀 又是一个自己的失误 本来是一个封网的很好的机会啊 对方防守防的也比较好 他们那边压力也比较大 可能总想要是再把球打好一点 再用力一点啊 但是往往就会发力太过了 李英会发球吗 好 那个 发完球抓球 嗯 发接发 第三排 4比6 4比6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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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放上球7比14 这个球是太想去摆脱对手了 给对方一个斜线 我不想让对方连续进攻 但是这个球动作还是比较大 这个球对方杀的球数也比较快 也比较快 准备比较充分 刘萱萱发球 杜萱接发 7比14 哇 这个球界内比较明显 对 这个球它幅度很高 8比14 8比14 2个很快 这几拍 公网 9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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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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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 9 7 好球 这球两边同手打都很 前面那个刘璇璇 她那个对角摆脱了 一下子碰到就出来 但是杜月灵魂能力也比较强 还是可以就是化解 对今天杜月是救了几个球 这几个球是很精彩的 11比14 刘璇璇发球 好球呀 这球发的有点高 有点高 而且杜月这个球抢高点 确实很快 璇璇发球 15 11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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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杜岳和李英辉的涨分都不是说夏宇婷和刘玄玄的自己的 全都是失误涨分 两个人又出现了轮转的问题 好不容易士气刚刚上来连追了三四分 现在又被对方把比分给拉开 好球 这球已经提前运快队了 其实这个球对方给的这个球的质量还可以的 但是李英辉会再往前 可能太熟悉了 动作一出来可能就知道要打那儿了 观察球12 18 是一个哈球15 18比12 八十哈球 19比12 12 啊 借外了 给了借内啊 我们的转播席呢 就在球场的旁边 但是因为有广告牌还有编采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看得不是很轻 下雨停在后场的沙球还是很有力量的 是 声音跟他们就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啊 你听这个声音 漂亮 哇漂亮 李英辉在接沙 这两边分的都可以 是 是 前面一个是那边 是 二十 一十三 三 三点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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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比十三 那妍妍你怎么看这一局的比赛 夏雨停和刘先生那里发挥 嗯 我觉得他们两个发挥就是 我们也是想去赢的嘛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些 出名的细节 没有对方好 包括从开始开始 就是对方那边的改变就是 我们一下感觉很大 就是更投入啊 包括失落更少 但可能就是 就是这边年轻队员就有的时候 会耐不住球 会 就是在他们先犯错误了 嗯 就是先出现失误了 然后还是我觉得 还是一个 呃 主动失误的问题吧 因为就是 对方还没有做什么 你自己先给人家送分 人家也在找事情 对对对 这也觉得两个人的失误太多了 嗯 而且都是一些关键分上的失误 好不容易 对 一些高点球也会 是 对对 主动失误太多了 好不容易追上几分 然后一下子 发球上面 发球上面 两边都是有一些失误的 是 主要是开局 比分就是 就被拉开了四五分 还有三十秒 还有三十秒 做的确实要比第一局质量高很多 对 我等一下 可能也习惯了对方的一些进攻出球 嗯 习惯了我觉得他就会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比赛 比赛 这次对抗赛 如果以前很多朋友也经常看杜岳和李银辉的比赛的话 会发现这次的对抗赛有点不太一样啊 李银辉在后场反而不像原来那样 还有这种中沙呀杜岳的往前做球啊 这场球反而是杜岳在后场 杀球的 这个表现要比李银辉要多的多 嗯 咦 这个鱼 好球 往前的一个对抢 2 2 平时他别老看他们就是这样练 嗯 哎呀又是一个自己的失误 其实这个球 对方发球质量没有那么高啊 发高了 但是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而且今天球应该也比较快 嗯 经常会出现出底线的情况 对 跳起来 好球 1 3 2 8 9 4 1 2 你在打比赛的时候 如果碰到了这种 比如说自己 一段时间当中 可能调整的不是很好 食物比较多 嗯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让自己调整 一个是可以换换球啊 擦擦汗啊 这个 让自己冷静一下啊 对 就是断一下就是刚才那种不好的节奏 再重新投入到下一个球 打球 4 也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啊 对 让自己自己跟自己多说一下啊 对 就是要忘记上一个已经打得不好的球了 嗯 对 又是自己的失误 感觉应该是有一点点测误 1 2 1 1 1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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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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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這東西要走 不凍彤 5、7 哇,没有压住 是 二伐球,八比五 第二局就是因为出现了太多这样的球 为主动的失误 导致对方连续跳分 漂亮 它这个其实杀球的类似杀的也不是很好 刚好在人家球上 人家就稍微一摆脱 尤其是打女双的比赛 那个杀球的目的性更重要 否则的话很容易让自己 而且那个落点要很精确 是 哎呀 哎呀 快发球 没有 别准 哎呀 也是个机会 对 好 好 希望夏宇婷不要受自己的这个几个失误的影响 嗯,刚才杀球出了底线啊 这次又是 杀球下吧 那个能够看得出来 他自己也很懊恼啊 这个这个情况 对 十一比六 天切六十二 双方向攻击将二场七 刚才像那种杀球下网 连续的两个杀球下网 是因为他发力发的太大了吗 还是太想拿着一分啊 嗯,对 我也觉得 我觉得他可能是太想 就是通过他这一拍杀球 就 拿分是最好 但是也是想把对方打得比较被动吧 嗯 就太想发力了 太想发力了 嗯 还有三十秒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教练员的时候啊 嗯 看有没有什么战术变化 战术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心理辅导啊 因为在 现在还是队内队抗赛啊 如果要是打国际性的比赛 他不是一两句话说你要放松啊 你要是吧 放下包袱啊 就能做做好的 主要是你主动失误意多 你自然你自己就会紧张 要紧张起来 对 你 接球吧 接球 嗯 哎 好